1.24小时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够用 未来所有人很可能失去一秒钟 研究发现南北极熔冰因气候变暖 熔冰超出预期 大量的水往赤道集中 随着转动灌量增加 也拖累地球自转速度 地球时间依据地球自转 原子中问世后有了更精确的时间 科学家为让两种时间工具同步 而导入润秒 近年地球自转加快 甚至超越原子时间 因此有了负润秒 也就是减去一秒 而全球暖化使地球自转变慢 负润秒可能推迟晚三年到来 只是专家忧心这不止影响人类的时间感 更影响全球电脑系统 从金融市场甚至到个人消费交易 可能因为消失的时间带来意外冲击 下期新闻也有信息报导